特性就是說呢 它是用判斷的 這邊已經有一個寫好的一個程式 畫有回圈的部分 那我這邊叫郵遞區號 再多一個 你就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那名稱的話就郵遞區號 後面底線加一個壞號 然後呢 它的寫法特別注意 它比較特殊 它的流程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判斷 判斷的方法 我們放回圈是給一個範圍 for 2到最下面那個列 就跑完一個範圍 所以呢 for回圈是一個範圍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用那個while回圈 或者叫do回圈 我把它改好了 改了根書 你看你看 do while後面加一個loop 如果你是while的話呢 它底下這個地方 就不能用那個什麼 叫when w-e-n-d 那結果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OK 那特別注意呢 壞號回圈的特性就是說呢 它不是不用範圍 它是呢 用條件式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會執行回圈 如果呢 這個條件呢 不成立的話 也就是說呢 這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那個value value是什麼呢 就是我現在指向的這個儲存格 如果它怎麼樣呢 不等 這個是不等於 不等於empty empty就是空的 沒有東西的話 那我就呢 去跑回圈 可是如果當已經沒有東西 那就怎樣 結束掉 所以呢 它一直要怎麼樣呢 它會多一個動作 for回圈一直會往下 它會累 它會佈近嘛對不對 for 2 下一個就3 4 5 6 7 一直到哪裡 到這個值對不對 可是呢 度回圈它沒有往下 它沒有佈近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這邊呢 最後面會多一個東西 要強制讓它往下的話呢 那你可以怎樣呢 多一個 ActiveSales.Offset Offset就偏移 偏移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會往哪個方向 特別注意啊 往前面這個數字是列 如果1的話 就是往下一個 往下一個什麼呢 比如說我游標 本來在預設值低 所以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先給它起點 那這邊不用起點啊 這個要一定要起點 所以第一個動作 一定要給起點 那起點的話 在C2的儲存格 先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呢 它就往下 它會先判斷C2 C2如果不等於空的話 那裡面有東西 那就串接 把這些 P1的話呢 就是Right 三個 P2的話呢 就是Left 兩個 P3的話呢 就是什麼 用Obset 一個 一個特別是藍 所以一藍的話呢 那就指的是什麼 就這一個 OK 把這些串接起來 那串接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什麼 寫到哪邊去 寫到哪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ActiveCell Offset 0.3 就指的是什麼 這個儲存格的 三個 123寫到這邊來 OK Offset 3 然後呢 把這些的全部的結果呢 通通通組合起來 寫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然後呢 最後怎麼樣呢 再往下 那往下的方法就是說呢 ActiveCell 點Obset Obset 就是往一個 就是一列的意思 0的話就0藍 然後呢 點Sell 它就會往下 往下一個儲存格 然後再判斷一直往下 OK 它一直往下之後的話呢 那最後 它一定會到哪裡呢 Ctrl向下 一定會到這個之後 到這裡 條件怎麼樣呢 空的嘛 那就不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呢 就會跳離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這邊 我把這個資料先清掉好了 先把這些資料先清掉 然後也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回圈的跑的狀況 按一個F8 也是一樣 第一個先 儲標放在哪裡呢 C2 有沒有 它就放C2 那這個儲存格是不是空的 不是吧 對 所以會進入回圈嘛 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 組合P1 P2 P3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值 103 17嘛 然後呢 大同區 大同區要刮弧 那你當然 你也可以在這邊刮弧 在串接也可以啦 或者在後面 做那個串接也可以 那把這個值怎麼樣呢 放在 Obset 3藍 特別叫後面是藍 跳3藍 跳過來 有沒有 它就自動怎麼樣呢 Obset就把資料寫到這一藍 OK 然後呢 再往下 往下一個 就往下有沒有 然後再WIN 再跳回去 再判斷一下 這個是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 那就再加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然後呢 你看發現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去 跑跑跑跑跑 那這個方式的話也是回圈 那這個叫做 while回圈 while回圈 那其實結果都一樣 我們兩種回圈 那你會想說 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呢 其實你當然就見招拆招啦 如果呢 那個是一個範圍的話 很明確的是一個範圍 那你就用for回圈 可是呢 如果剛好你遇到的狀況 它又不是一個很明確的範圍 那你當然就是可以見招拆招 用while回圈 也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多一招 那你盡量 其實這些東西呢 也不需要去死記啦 你就至少會有一個sample 反正你就把這個sample 練到手之後 以後的就照這樣的去修改 其實就好了 不然說真的 你要把它完全背起來 還真的不是太簡單的事情 你就 但是你要了解說 到底它的原理原則為何 這個也是比較重要的 那最後把它跑完好了 最後執行完畢之後的話呢 欸 它就完了 你會發現到這裡 它就跳開了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empathy 是一個空的 它就離開了這一個 OK 好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介紹一個for回圈 那這個地方再補充一個 就是file回圈 兩種方式 我想各位呢 可以再比較看看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畫面 再把它拍照 然後放上去 給各位參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謝謝 ビrk